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手为功 昨天有象征意义 例如5月份最后一个假日 亦可能给大家一个新动向 6月初有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向 昨天不可以说很有意义 不如看看美元指数 可能是有因由 昨天美元是继续跌的 先跌之后反弹 昨天继续跌 即是跌穿了94 整体上这两天的跌幅是接近2% 昨天最低跌至93.67 既然看得清楚 因为我们也想知道调整是否已足够 黄金比率有用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给大家知道量化市场走势 既然量度是量度尽 拿大上升趋势去看 这就是个象征意义 真是回了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价格 回了刚刚好是最后一个调整 不是不多不少 即是美金可以开始反弹 如果这样计 今天金是否应该再继续调整 昨天的金是有上1300 亦可说 最高1300 最高1300 之后又回落 但应该炒了几转 但我们也说过 今次市场走势 跟金可能关系不太多 跟美元也是因为债市问题的转变 究竟会否转回到新兴市场 我便会借助今天作为一个分水嶺 好像我们的预测 重新一个新的方向 甚至乎美国股市会重新好 大家没那么担忧 债务问题 刚刚好 意大利又说能够办 是否重新来过 如果这样计算 我起码会知道 金价价价会在相对较高位增持 1.308 差别是1.290 这20元左右 上落 所以今天仍然有相当多时机 今天 美国会出飞龙 但昨天的走势 应该告诉我们 他没有炒到飞龙 即是今晚飞龙 会有机会拉到几波 有波动出来 如果数据出现一些 比较意外的收获 所以今天的策略可能有条件性 大家可以留意 长期间 记得去Skype Facebook专页 今天的节目才到此